大家好 我是马斯州 欢迎我们今天的GA州玩具测评 本期是第26期 咱们介绍的是1985年版本的 Silver Mirage幻影摩托车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载具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火力输出 它的名字的话叫做Mirage Mirage就是幻影的意思 那么幻影的话呢 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个G1 Transformer的一个角色 那么那个角色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角色Mirage 一个非常酷的一个 可以逆踪引擎的一个变形金刚 那么它在这个车型的时候 是一张非常酷的一个跑车 那么它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测评过了 它就是我们的Mirage 好的 我们变回我们的摩托车Mirage 好的 就像是这样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Mirage摩托车 好 那么这款的话呢 是这个85年的这个Gi州的摩托车 那么它的出现的话呢 是为了替代之前一个82年款的这个RAM 这个摩托车 那么这个摩托车呢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那边说的话是配有这个加特林轻 进行一个火力输出 而我们这个Mirage的话呢 就是在几个方面进行一个提升 比如说像这个人员搭载 Mirage是可以搭载三名成员 而我们这个RAM的话呢 只能搭载两名成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火力输出了 我们这个RAM的话呢 只有一个加特林轻 而我们这个Mirage的话呢 视为一个这个叫做这个Motor 就是这个迫击炮 这么一个输出 另外的话呢 还配有这个四枚导弹 那么是两个中型 那么两个小型的这个导弹 进行一个发射 好的 那么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Mirage 其实有更多的零件 更加的复杂 也是比较难把它收齐 那比如说像这个轮胎的话 就变成了胶质的轮胎 我们之前的话呢 是这个缩料的轮胎啊 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这是我们的Mirage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载具 好的 那么这个Mirage 第四面说的话呢 是在一个第44回合的时候 那么一开始的话呢 是这个GI州的这个军事演习 是个Lady J驾驶这个Mirage摩托车 Cranked驾驶这个All Striker沙滩车 还有这个Heavy Metal驾驶这个拳击手坦克 那么这个三个载具 就进行一个火力的展示 好 那么在书的后半回合的话呢 是这个光头博士为了这个测试这个蝙蝠怪 而把这三个人 包括这个载具的话呢 是带到了一个这个废弃的车厂 然后的话 这三个人是利用这个场地的优势 三个人进行互相配合 是击败了这个蝙蝠怪 而且的话是成功的逃脱 这么一个故事 是非常的精彩的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载具本身 我们先把这个小事先拿走 就像是这样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有三个火力输出 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迫击炮这个model 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武器 可以把它的话这样拿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具有细节的一个武器 那么这两边的话呢 是有两个小揪 那么可以的话安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是这样 好的 这是第一个武器输出 好 那么上面写着Hot Barrel 就是一个barrel的话 这个枪管的话会变得很大 不要去触碰 好 那么边上的话是有两个中型的导弹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在边上的一个火力发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揪 可以安插在这个地方 好 就像是这样 是有两枚 好 那么另外的话呢 是在这一边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两个更小的这个导弹 但是我的话呢是有遗失掉 我们看一下图片啊 这两枚的话呢 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容易 是因为这个头特别小 那么其实我的话呢 是有这个额外的飞弹在这里 但是的话这个飞弹的话呢 其实是不能够安插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小动的话是太小了 不能够安插 好 那么这是三个火力的输出啊 好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把它分开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摩托车部分 我们先把它分开 好 那么这个摩托车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它是有这个后部的这个减震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减震系统啊 然后的话呢 在下面的话呢 是一个小架子 当这个驾驶的时候的话 是可以把它踢上去 而这个在停下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下来啊 进行一个这样的安放 非常的这个稳了啊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在前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把手 我们最早这个RAM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把手啊 那么驾驶的话呢 只能把手伸到里面去 而我们这个版本的话呢 又是一点提升了 就加上这个小把手 可以进行一个握在这里 进行一个驾驶啊 那么前方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方向的改变 但是啊 不能跟这里进行一个联动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小灯 也是个单独缩料的处理啊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绿色引擎的刻画 我们来两边看一下 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座位 那么这个车的话 是可以搭载这个两名成员在这里 那么一前一后的这样的搭载 那么在这个座的上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员的话呢 后背还有一个这样的背甲 那么可以这个防着后方 进行一个射击啊 这样背在背后 可以就像是这样 好的 好 那么Mirad上面的话呢 是有两个小洞 那么一个是圆形 一个是方形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座位的搭载啊 那么座位的话呢 在这边有两个小棍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么进行一个搭载这个胯子 好 这个胯子的话 其实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话就有很多这样的胯子 那么上面的话是配有这个M34机箱啊 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的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胯子上面的细节 好 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是可以非常舒适的坐一个人的 那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可以把Lady J的话呢 坐在里面去 好 那么就像是这样 那么Lady J的话呢 是可以发射这个迫击炮 那么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座位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方 这个前方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小玻璃 对另外的话呢 这个摩托车前面的话 也是有一个小的挡风玻璃的 但是的话呢 我这个截也是遗失掉了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也不影响整体的摆放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个小玻璃 那么前方的话呢 也是一个小玻璃的单独塑料的处理啊 上面的话呢 使用很多的细节的这个贴纸啊 加强 好 那么两边的话呢 是两个中型导弹 我们已经说到过了 那么也是非常容易遗失的这个部件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名闻的话呢 是在这个胯子的里面 好 这个地方写的是1985年的Hasbro 好的 那么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座位啊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放在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边上 那么进行一个组合 好的 那我们这个胯子的话 其实是我更多的这个零部件啊 比我们的这个RAM 所以说的话呢 其实这个Mirai这个Hwim的话 是更难以把它收拳的 那么有几个非常容易遗失这个小部件 比如说的话呢 就是前面这两片缩料 很容易遗失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两片挡风玻璃 非常容易遗失 然后的话 就是这个小一个中型导弹 那么还要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小鹰导弹 是非常容易遗失掉的 而且的话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这个损坏 所以说 如果可以收到一款全配无损的这个Mirai的话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 那么我的话呢 也是在继续收拾这个挡风玻璃 和后面的这个小导弹 好像我是有 那只不过的话 我不知道给它挣到哪里去了 因为它非常的小 好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时候的话 放在上面进行一个搭载 就是我们这个Lady J 那么它是负责这个发射这个Motor 这个迫击炮 然后的话呢 这个他的这个男朋友 这个火车是负责一个驾驶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在今天测试 那这个载具的话呢 它是一个Mirai是摩托车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载具 也是一个针对之前那个RAM的一个全面的提升 包括这个火力 人员搭载 还有这个零木垫 非常具有细节 好吧 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点在这里 我们继续一个玩具的交流 可不可以评论去到鞋 我们对这个玩具的看法 那看大家是否有这个全配无损的玩具 真的是非常难以把它凑齐啊 好的 这个载具 那现在我的鼓励各位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